大家好,今天在油管看到了一个视频,是一个维权视频,国内的一个音乐创作者,身后这位,就是身后这个视频,他叫做张真赫,视频是8月22号发的,应该是没多久的事。 按照他说呢,他在2020年创作了一首歌,叫做光,这首歌呀,他说这个光啊,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正能量嘛,对吧,就像大家呀,尤其是这个或者生活呀,或者什么的,遇到挫折呀,对吧,大家看到了光明啊,有点类似励志歌曲,就像杨培安的我相信吧,我觉得大概是这么个路子啊,对吧, 但是这首音乐呢,被一个轮子的导演,大雄,叫做大雄,真名呢,是郭敬雄,这个大雄可以简单介绍一下,就是一个轮子的导演,人在纽约,自称呢,叫做动漫艺术家,又是导演,对吧,长期出没在新唐人呢,还有这个轮子的一些媒体当中啊,什么西唐人啊,大纪元呢,主要是这些轮子的, 媒体当中,那张真贺他讲啊,他和这个大雄前两年呢,对吧,其实在网上是认识了一下,认识了一下,对吧,也知道他创作了这首歌,但是这个,这个大雄呢,就导演了一个电影,这个电影近期啊,在YouTube上了啊,因为这个YouTube推特呀,一直就是轮子的主战场,这个电影叫做觉醒,叫做觉醒,对吧, 我们知道杜日运的这个话术啊,觉醒,都是什么意思啊,让大陆人民觉醒,对吧,那么他这个觉醒的电影里呢,就把他这首歌啊,这个光就全程的引用了啊,这首歌就完整的啊,完整的都引用了,而且赋予了新的含义,这个,对吧,就是,要觉醒的人啊,要见到光,对吧,这个大陆人民处在黑暗当中啊,见不到光, 他这么个意思,这就造成两个,对吧,尤其是给张晨鹤啊,带来很大的困扰,两方面的困扰,一方面,就是清权,对吧,人没有授权,你全程把人家的音乐全给引用了,这就是清权,这个不讲,第二个呢,你完全把人家的音乐的意思呀,完全给曲解了,你也会给当事人带来困扰的啊,对吧,你对当事人来说, 这怎么弄呢,对当事人来说呢,是比较困扰的,你把人家的作品的本意啊,完全都给曲解了,我们这里插一嘴啊,其实我们经常看独龙运在推特油管,经常讲大陆的,就讲啊,这个,剽窃成风,抄袭成风,不重视万全,那你这个老讲大陆这边,剽窃成风,抄袭成风,不重视万全,那你自己也得重视啊,你自己也不重视,对吧,你看这被人家, 维权,围到优兔来了,对吧,人都跑出来维权了,这不是笑话吗,那当然了,其实像轮子台啊,这个清权的事情是很多的,你譬如郭德纲,呃,在前些年呢,就炮轰过新唐人,啊,说这个新唐人啊,对吧,放大量的,郭德纲的这个相声啊, 也没找我授权呢,你放我大量的相声,对吧,甚至还以盈利为目的啊,而且这个,以前这个轮子,老导演一些小品,导演一些相声,对吧,其中有一个相声呢,也是以郭德纲的,好好学习为蓝本的,就改了几个词,对吧,造到郭德纲的炮轰,那其实这个香港的TVB呢, 也和轮子,围固几次全,啊,就是关于香港的TVB等一些电台的,一些电视剧,比如雪山飞狐啊,陆顶记啊,都被轮子台呢,放到了他的网站上啊,放到网站上,当然也是为了引流嘛,对吧,其实我们知道很多这个,呃,网站呢,放一些经典的电影啊,大家看电影啊,怀怀旧啊,也是一种引流的手段,还是那句话啊,对吧,天天大陆抄袭中风, 不重版权,那你这也不重视版权呢,对吧,这个侵权,也是非常严重的,所以就像,这个国内的音乐人啊,张正赫,对吧,他所讲的啊,给当事人带来很大的困扰呢,啊,还让人跑到YouTube维权,呃,我看他这个视频啊,这个张正赫呀,这个,对吧,还拿出身份证,那没必要,这不是国内的实名举报,啊,对吧,这海外的生态啊,他不是这个样子的啊,呃,所以我觉得维权, 他的方式呢,其实不太对路,呃,无非就两个方式嘛,一个呢,就是,让对方,下架作品,赔偿,并道歉,那这个其实挺难,因为这个,这个叫,郭敬雄的呀, 在纽纽约,你要实现这个目的啊,对吧,尤其涉及到赔偿的部分啊,你得去美国打官司,在中国,你就哪怕起诉了,判了,执行不了,白扯,这个目的是很难,诸非,对吧,他去海外,找代理律师, 啊,但我不知道这个,怎么操作啊,不知道网友知不知道,对吧,可以给他提个建议啊,对吧, 但这个,肯定得上纽约去起诉嘛,纽约去起诉嘛,这第一个啊,第二个呢,那就是可以实现的, 就是让对方把作品下架嘛,对吧,然后对方装死,啊,死不道歉, 但是可以实现让他把作品下架,呃,按照我的经验啊,其实创作者后台,有版权登记,呃,那如果,对吧,像张真贺呀,把这个作品传到自己的频道,把他的音乐传到自己的频道, 然后登记版权,登记版权的话呢,这个油管的后台呢,他可以自动比对,就是别人用了你的视频啊,他自动就比对了,自动就扫描到了,扫描到会提醒你的,提醒你的,你有没有授权呢, 你是要把它删掉啊,还是如何呀,对吧,呃,如果你的版权登记了呢,你自己在后台就可以把他的视频删掉, 因为他清了你的权,你自己可以删掉,是可以实现的,但问题啊,油管的这个版权登记呢,是以先传为主的, 就假如我第一个传,他就默认版权是我的,后续有人传呢,我就可以处理这个事情,但是,但事实上,他的版权未必是我的, 你假如我从国内搬运个视频,我先传的,那假如国内的这个原创作者上油管又传,他后传的, 那默认版权是我的,我就能跟你删掉,那原创作者这不很倒霉吗,当然是,当然,这个原创作者呢, 其实他可以选择登记,出示版权文件,传到后台,对吧,那如果出示版权文件, 油管这边审核通过了呀,那其实,对吧,那他这个版权自动归你了,当然这个需要一些版权文件, 具体操作我不懂啊,不知道有没有网友了解,了解可以给个建议, 嗯,其实国内也是可以的啊,在YouTube啊,国内的一些音乐, 音乐作品啊,在油管上都是有版权的,对吧,国内的一些公司,其实可以的, 但是这个具体怎么,操作怎么登记啊,这个我倒不清楚, 因为我只清楚的,就是肥仙船,他默认的版权啊,默认的版权, 所以看了这个视频呢,对吧,主要还是这个,这个轮子呀, 这个就像前面说的啊,这个老蒋国内抄袭剽窃啊, 没有版权意识,对吧,等等,你看这个,他们自己啊, 搞的这个,对吧,动不动就侵犯人的版权,你看还让人家维权维到油管了, 对不对,这就说点啊,你说什么你自己要做到啊, 可见这般人啊,对吧,也没有什么素质底线啊, 一天就胡扯八道,批评这个批评那个, 自己呢,其实做的更加的龌龊, 第二个呢,他这个视频很短啊, 尤其看到这个小伙子呀,把身份证都拿出来了, 我觉得还是造成很大的困扰, 再一个就是,就不知道怎么处理,对吧, 你要知道怎么处理,你肯定不会拿身份证, 你在油管,是吧,维权人家侵权, 你不会拿出身份证了, 所以我看到这个视频很短,很短啊, 对吧,还把身份证都拿出来了, 我觉得他做出了, 就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困扰啊, 是很大的困扰, 所以我就录了这个视频, 我觉得是很大的困扰, 所以评论了一下啊, 同时也说一下, 就是简单出国主义, 但我就知道这么两点, 一个上美国起诉, 这个很难实现, 对吧,上美国起诉, 可以让对方道歉赔偿, 可以实现的呢, 就是在油管做版权登记, 做版权登记, 做版权登记呢, 你只能让他在油管把视频删掉, 对吧, 或者你也可以给他删掉, 但是其他平台呢, 那就不好讲了, 就不好讲了, 对吧, 尤其是人家作品就不是这个意思, 我想, 不只是这个小伙伴, 如果是别人一样, 你这个作品被读了运, 给你赋予了其他的含义, 的确会让人很困扰的, 对吧, 人家这个光和你那个光, 它完全不是一个光, 非给人整成一个光, 对吧, 整成大陆人这个生活黑暗当中要见光, 那你说这个音乐创作者, 你说他咋整啊, 咋整啊, 也就补正目的, 对吧, 对人家来说, 这事很难办的, 是很难办的, 对吧, 这种恶意的取解啊, 其实也让人家生活在黑暗当中啊, 老讲让别人生活在黑暗当中, 对吧, 你这不是一手让人生活在黑暗当中吗, 那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, 总之吧, 总之吧, 能够帮这个小伙, 说实话, 我没听过他的歌, 他这个光我刻意听了一下, 还可以啊, 但是没听过, 但是肯定就能, 对吧, 我们能看出来啊, 带来很大的困扰, 带来很大的困扰嘛, 对吧, 给人搞的没有光了, 人本身创作的歌也还挺有光的, 你整个没有光了, 这搞什么吗, 那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,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,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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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